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,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Jacklyn 如果马克·扎克伯格和伊隆·马斯克按计划进行一场龙战 目前培率机构认为楼树爱好者,扎克伯格将会获胜 但是假设他们的公司Meta和特斯拉发生争执呢 本视频从几个维度比较后发现马斯克的公司特斯拉可能会胜出 首先特斯拉的优势在于其体量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目前市值约为8000亿美元左右 比起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平台高出近1000亿美元 虽然Meta的收入更大,但是特斯拉的增长速度是更快 根据市场调查预计,到2025年两家公司的营收几乎就是趋同 而在投资回报方面,特斯拉也是占据了上风 2012年Meta的前身Facebook首次上市时 同样的1美元投资于特斯拉,现在价值是144美元 然而就财务状况而言Meta是更有实力 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 Meta拥有37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 特斯拉的现金储备也是在不断增加 但是扎克伯格是遥遥领先 它在过去五年里创造了累积116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其中960亿美元通过回购返还给了股东 比较智力问题,两家公司是不相上下的 扎克伯格拥有Meta的超级投票全部分 这意味着它如果浪费了股东的资源 他们也做不了什么 去年它对元宇宙的尝试导致了近140亿美元的运营亏损 股东们怨声载道,但是也做不了什么 马斯特也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它拥有特斯拉13%的股份 但特斯拉的董事会很拥挤 公司章程也会让变革变得困难 特斯拉的股东们似乎基本保持冷静 反复的争议也没有把马斯克赶下台 对比了以上几点 其实关键不在于体谅 而在于业务策略 特斯拉和Meta都在尝试重塑世界 但Meta的虚拟现实暴富 面临着来自苹果等更大公司的激烈竞争 它的平台Facebook也受到新贵TikTok的威胁 扎克伯格的创新 受到担心该公司主导地位的监管机构的限制 与此同时 特斯拉正在改变物理世界 它的汽车充电网络 可能成为美国基础设施骨干的核心部分 它的电池生产业务不仅可以为汽车充电 而且可以为电网供电 政府想要马斯克卖的东西 但对扎克伯格却不是这样 这个可能会使得天平向特斯拉这边倾斜 文章最后我们还是得澄清一下 以上只是一些有趣的对比 要知道今年Meta和特斯拉都是美股里表现最强悍的代表 两者今年至今分别上涨了132%和116% 这一切都归功于人工智能的爆发 他们都是受益者 Meta的大语言模型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都让市场充满了期待 股价表现上 他们距离历史前高分别都有35%和62%的距离 都具备后市较大的上涨潜力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